图围三十年代四川将由窦图山上的寺庙,僧侣从简易的铁锁桥上凌空而行,虽然底下是晚上深渊,但照片中的高僧却神态自若,不慌不张,步伐稳健,图围一位少林寺僧人正在习武,他用一根手指支撑住整个身体,这就是传说中的一指缠。 这样的练习,和现在军营里的俯卧撑应该差不多,不同的是他们光着膀子在雪地里习武,可见身体之强健,图围二指缠,用两根手指支撑整个身体离地,这都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。 图围血地里扎马步的少林僧人,看上去十分稳健,图围少林僧人正在同时练习软弓和硬弓,这真的很有难度,这大概就是就是传说中的倒挂金沟,时间久了脑袋应该会冲血吧? 这张就是武林高僧的飞檐走壁了,这可不是屁出来的,绝对是真材实学的。